从微型图上来看 低压带大致从往北延伸到日韩一带 在日韩一带这边的热带系统 强度都逐渐的减弱 对台湾也都没有直接的影响 在台湾附近是一个明显的低压带 云系较多 使台湾水气比较多 天气也比较不稳定 从雷达回波图上来看 在东侧在低压带的附近 回波都是非常明显 在台湾 午后地区也在各地都是有些 较明显的雷震雨出现 气象局也有针对该区域 有些县市有发布到大雨特报 在明天的天气 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各地都会有些短暂震雨或雷雨出现 在今晚明晨 尤其是西南部的沿海地区 降雨较明显 在其他地方也会有些零星的震雨出现 到了明天白天 各地都是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在南部地区 特别是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 在中南部 东南部地区 都可能会有容易出现局部大雨 其他地方的话 雨势也会比较大一些 要特别注意 因为天气比较不稳定 对流发展旺盛 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出现 外出的朋友建议都要 携带雨具备用 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的话 各地高温 因为受到云量较多 而且下雨的影响 普遍是30 31度左右 感受跟前前相比 已经下降了许多 大概一周的温度预测来看 明后两天 高温普遍大致上是30出头 随后到周四之后 温度逐渐上升 到假日 大致上就是有比较炎热的情形 高温约33至35度了 明后两天 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水气偏多 天气不稳定 各地都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 甚至是大雨出现的情况 到周四之后 低压带及水气逐渐往西远离了 那台湾整体的降雨就是更的减缓 那整体的趋势 云量也会慢慢再减少一些 那在周五之后 就转为是高压影响 夏日的天气形态了 那到假日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是高温及午后雷阵影的情况